这里呢是三楼的展厅 辽京西京 进来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两根石调 护法立丝像 这是所谓唐朝的文物 它这种材质呢把这个 立丝的骨骼和雄壮表现得是 淋淋尽致 这两块非常大的琉璃齿纹是非常壮观 这齿纹呢它也就是这个 古代建筑上面正体上的 一个建筑部件 它这个呢为大同环式的琉璃齿纹 非常巨大和壮观 历史呢也是非常的悠久 上面的琉璃呢 现在看起来也是色彩非明 上面鳞片呢做得非常的好 大同呢是边关重镇 边家必争之地 在这个辽京时期呢也是一个大城市 这是一些小吃羊吃狗 做得非常的小巧 这里呢是胡云园永安市 打电的一个模型 这里呢是大同山发市 普贤阁的一个模型 它最上面呢为一个单元的歇山点 这是一个抛开面 这是建于辽时期的硬线木塔 非常的壮观 我们在之前也拍过它的实物 这是大同华颜色的 大雄宝殿的一个模型 真是非常壮观 有机会呢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 这里呢有两尊琉璃吼 辨识琉璃 色彩呢非常鲜艳 造型呢特别的威武 这是它的爪 这里是出土的元朝的陶桌 陶椅 上面呢都是做的一些雕花 这是出土的一个陶供桌 上面呢有陶瓶有陶茶盏 这是在大同星云桥出土的铁兽 这两尊呢都是为这个元朝的文物 这里呢有三尊石雕像 做的非常漂亮 这是高僧坐像 它的头部呢做的非常逼人 西方的纹路衣饰呢 也是做的非常的柔软 这一尊呢也是为金代的高僧坐像 这一尊呢为辽带的彩绘 信式坐像 雕刻的呢也是非常的精美 这是金代打定十二年的薄画 保存下来的很难得 还有一些各式的精致的头饰 这是一个金耳坠 这是陶树的墓主人像 在墓中能够看到主人的树像 这种墓葬呢是非常的难得 这是石雕的信式夫妇像 在这个中国的很多中原墓中 它可能会有这个墓主人的壁画 但很少有墓主人的树像 这是墓雕树像 这几尊佛像和菩萨像做的也是非常精致 还有这个铜式女像做的非常的柔软 它身上彩带做的呢也是很飘逸 这里是香炉 上面呢是双耳围龙香炉 而且呢它的笼文都是镂空的 这是墓中所出土的两尊石狮子 造型呢也是很独特 这里呢是墓中所出土的彩绘壁画 颜色呢现在也是非常清晰 这是人物试验图 这个呢是人物图 这是昼夜人物图 如此清晰的笔画 它是非常重要的史料 这种物件呢它是很少见 这是辽带墓中所出土的魂塔 是为陶制 两侧呢为灰陶 中间呢是有彩绘 中间呢是为魂塔 左侧呢是为魂瓶 右侧呢是为魂罐 上面的彩绘呢是一膝可见 它上面呢是有卷云 有铜子 有栗饰 有莲花 有寿面等等等等 是非常难得的一件艺术品 这里呢也是一些魂塔魂罐 外面呢有彩绘 有装饰 它这里呢也是用于既定 安抚亡灵的一个名气 它这里呢是复原了一个 了代的墓罩 是一个圆形的单石 里面呢是一个壁画墓 我们可以看到 四处呢都是一个壁画 它这种壁画墓呢 上面会有一个顶目 穷穷顶上面呢会有这个 西红绣头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 明清重镇的展区 这个呢就是明清的大同府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 大同古城 在明朝时期呢 为了抵御蒙古 在这个长城银县 建了九个边防重镇 大同呢因平泉镜而拱神经 居九边之首 这里你们所看到的是一些铁炮 清代 这是一些清代的铁炮 这里呢都是一些兵器的展示 这呢是清代的铜炮 然后呢它后面是一些铁刀 是一些还手刀 还有马刀 然后呢在它旁边 还有一些长柄的兵器 这是铁斧和弓箭 在这里呢还有这个铜火冲 明朝的火箭的运用呢也是非常的多 这是为清代的炮车 大同呢在明代 它军事重镇的地位 电力之后呢就开始发展这个贸易 这个呢是个大车 这也是为这个清代的古迹 然后呢还有这个琵琶老店的一个牌匾 这个呢是一个轿车 在当时呢只有这个达官显贵 才能坐这种车 这一次明代的树像呢 收藏的也是非常齐 它是为这个八仙 然后最中间的是南极仙翁 这些立像呢 它的材质都是为铜 这是学东明的石饼 非常的厚重 我们再往上看 它上面的是为这个琉璃的宝瓶 这是为这个大同古城之内 它四排楼的遗存 这是古代建筑的一些构建 这是琉璃吃尾 这是琉璃的铁鹅 天下太平 崇征十六年 这一处呢 它是为这个砖雕隐蔽的壁心 它是为这个民间 征集所得来 非常非常难得 还没有一丝一块 这些呢是为清代的一些摆件 法郎瓶 七木盘 这个影瓶呢 做得非常的精美 这是清代家具的一些展示 这是木雕佛看 这是多宝阁 这是古代客厅的一个摆设 中间的是八仙桌 两段的是太师椅 后面的是插花的四扇屏 它这里最上面三个呢 是人的发官 中间的小珠子呢 它就是顶的 下面是领管 这些呢是一些女人流进的图示 太漂亮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